天临一家缠道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来到祂的面前 来敬拜祂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一个主题 就是传福音 所有信徒的护照 传福音 所有信徒的护照 在我们听到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来与我们同在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此时此刻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赚助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的心 我们的思想 来领受祢的话语 我们请求祢 好让祢的话语 可以在此激励我们 并且引导我们 好让我们可以懂得 如何为祢而活 如何过这一个 逃生喜悦的生活 并且在我们短暂的年日当中 我们也可慕主祢大大的使用我们 感谢恩主 求祢使用祢的仆人 让他可以 清楚明白地 把祢的话语 传给众弟兄姐妹们听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 所要思考的一节经文 是取之于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神的话这样子告诉我们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是有俊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 我再读一遍给弟兄姐妹们听 唯有你们 是被拣选的主类 是有俊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 宣扬那朝你们出黑暗 入光明 者的美德 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问基督徒的话 你喜欢在教会里面 做什么样的服事呢 或者你喜欢参与什么工作呢 在教会里面 那么我相信呢 大部分的回答就会说 我喜欢唱歌 我喜欢参加示范 有的人也许会说 我喜欢教导 我喜欢当儿童主日学老师 可能有的人说 我的恩赐 是准备饭 准备东西吃 那所以我就参与这些 三世的工作 我喜欢准备食物 我喜欢开会的时候 为大家准备最好吃的食物 给他们吃 哇 这些都很好 有的人说 我的恩赐是招待新的朋友 所以我喜欢当招待员 这些服饰也是一个满被欢迎的服饰 满被欢迎的工作 可是呢 如果我们问说 那如果传福音呢 你要不要参与我们一起去传福音 那我相信 对于这个工作 或者对于这个服饰的这个回应 就不会像其他四项的服饰那样回应的那么热烈 对于传福音这个工作 我相信不是很多基督徒喜欢做的 并且呢 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今天 对于所谓的传福音 怀着一种拒绝 怀着一种负面的一种看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 福音一被传出去 就会使关系分裂 福音一被传出去 就会使话题变得非常紧张 就会使那种关系 之前本来是好好的 之前本来都是一起吃饭一起玩 可是福音一传出去呢 发现他这个关系就会怪怪的 这个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 就会变得越来越溯源 所以他们觉得 我不要传福音 因为福音一传下去 我就失去我的朋友 有的人会想说 福音呢 一传出去 就会使社会不稳定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福音一传出去 就会伤害到别人的感受 因为别人 他们本来就已经有了不一样的信仰 他们本来就已经信奉了某一个宗教 但是我们一把福音传出去 就会伤害到他 就会破坏这个社会里面和谐和平的关系 有的人说 不要传福音了 为什么要传福音 我们好好的服事 我们好好的爱主 我们好好的来做礼拜 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服事上帝 这岂不是就足够了吗 为什么还必须把这个传福音这个东西插进去呢 使得我们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 使得我们大家都觉得很不安 弟兄姐妹们 传福音这件事情 是一个不被欢迎的使命 它是一个教会以内 信徒教会里面的人 所拒绝的一件事情 的一个使命 我们先不要谈到说 外面的人怎么看待福音这件事情 我们先说教会里面的人 怎么看待福音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连教会里面的人 连这一些信靠主的人 都对于所谓的传福音 都已经怀着一个拒绝的一个感觉 弟兄姐妹们 难怪呢 我们看到今天 有很多建教会 但是其实里面的人 也都是老基督徒 里面的人 也都是其他教会 搬过来的人 这边教会的人 搬到那边教会 那边教会的人 搬到那间教会 那间教会的人 搬进来这间教会 所以里面都是老基督徒 里面都是认识主的人 教会越多 但是信耶稣的人数 越来越多吗 教会越多 但是福音 有没有更加的被广传呢 弟兄姐妹们 我们只得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只得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反思 我们每一个人的反省 我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跟随了上帝 这么多年 这么多十年 我到底有没有 对我的朋友 对我的家人 传福音呢 弟兄姐妹们 拒绝 传福音的 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 对于自己的身份 有不足的认知和体会 或者认同 当然 一个人拒绝 传福音 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有很多很多的借口 这些借口呢 这些理由 也许是对的 也许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 所提出来的这些难处 是一个正式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 里面呢 背后其实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原因 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身份 有不足的认知 有不足的体会 有不足的认同 他不够的体会 他不够深入的思考 到底他自己 在神面前是谁 一旦一个人 对于自己的身份 认知的不够 当他对自己的身份 认同的还不够深 还不够深入的思考 他到底是谁的时候 那么他就不会 愿意做 他该做的那个工作 前几天我去探访 有教会的司机帮我开车 那我问那个司机说 在路上我问他说 你开车开了这么多年 好几十年 你会不会觉得厌烦或者无聊 他说不会啊 绝对不会 这个是我的工作 这个是我本来也该做的 我怎么会觉得无聊 怎么会觉得厌烦呢 我不会啊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弟兄姐妹们 他回答的很有道理 你听听看 你想想一下 他说我不会厌烦 我也不会觉得这个工作很无聊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这个是我的工作 这个是我的身份 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司机 作为一个司机 我本来就应该去开车 所以我不会觉得开车 是一个厌烦或者无聊的一个动作 你看看 当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份 非常肯定的时候 对自己的身份有正确的认知的时候 他就会自然而然做出 他该做的那件事情 而他绝对不会觉得厌烦 同样的道理 身为一个基督徒 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这个是我们的身份 当我们对于神儿女 当我们对于这个基督徒的身份 认知不够的时候 当我们不够深入体会 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也就不会喜欢做 我们应该做的那件事情 但是当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份 理解的深入 认知的够多 体会的够深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们才愿意做我们该做的那件事情 我们才性感情愿地为主而活 就是传福音 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在第九节 基督徒属灵的身份是什么 第一 被拣选的主类 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主类 什么叫做神所拣选的呢 意思就是说 神在创造世界以前 他就已经决定了 要你 要我 成为他的儿女 他就已经决定了 要拯救你 要拯救我 他决定了 要使用你 要使用我 这个叫做被拣选 OK 被拣选 谁拣选我们 上帝拣选我们 不是我们拣选上帝 而是上帝拣选我们 所以我们叫做 被拣选的主类 第二 我们是有俊尊的祭司 什么叫做有俊尊的祭司 祭司就是 专门去俯视上帝的那一个人 在世界上有很多宗教 在他们的宗教系统里面 有一个子分 叫做祭司 什么意思呢 祭司就是专门 服侍上帝的 服侍神的那一个人 但是在基督教信仰 这个祭司跟其他信仰的祭司 是不一样的 这个祭司是有俊尊的祭司 什么叫做有俊尊的祭司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祭司是荣耀的祭司 这个祭司是否是郡王的祭司 这个祭司不是在世界上里面的国家 的宗教的国家的祭司 不是 这个祭司是在天上的国度 的这个祭司 所以我们是有俊尊的祭司 我们不但被审选 他也设立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 成为一个祭司 意思就是说 可以直接来到他面前 服侍他 敬拜他的那个人 这是我们的身份 第三 我们的身份是圣洁的国度 不是误会 暗藏 犯罪的国度 不是 我们这一群人 神拣选我们之后 他也设立我们 成为他国 神的国里面的祭司之后 他也是称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 我们是属于那种圣洁的 不是误会 不是暗藏 不是犯罪的国民 不是 因为我们的国民 不是在地上 而是在天上的 不是属于犯罪的这个世界 而是属于荣耀 圣洁的那个天国 我们是圣洁的 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 和黑暗的这个权势的这个国度 不一样的 我们是光明的 是圣洁的 第四个身份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殖民 属于他的 我们不是属于世界 不是属于魔鬼 也不是属于人 或者不是属于世界上某某机构 不是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殖民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四重身份 是神赋予我们 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 神就把这四个身份 四重身份 套在我们身上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个时刻 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人 我们就是服侍郡王的祭祀们 我们就是一个 圣洁国度的国民 我们也是属于他的孩子 既然如此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承认 相信耶稣的人 他都是有同样的 这个四个身份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也许地位不一样 我们的经济背景 有的强 有的弱 我们的学历背景 有的比较高 有的比较低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才干 应忍而已 但是在上帝眼前 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样有着四重身份 弟兄姐妹们请记住好 不管你是谁 不论你的背景如何 不论你说你的经济力量如何 不论你的恩赐才干多少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的身份在上帝眼前 就是被拣选的人 就是一个 君尊 服侍 君王 的这个祭司 是圣洁的 并且是属于他的 不管你说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不管你说你身体最近越来越弱 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那么重心 或者那么长的来到教会 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侍 这都不管这一些 但是你在上帝眼前 你是被拣选的 你是一位祭司 你应该服侍上帝 你是圣洁的 你是属于他的殖民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四重身份 所有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他们在上帝面前 应该拥有一个正确的 一个自我形象 所有反相信耶稣的人 在上帝面前都不能 对上帝说 主我不能为你而活 因为我软弱 因为我无能为力 因为我没有恩赐 因为我没有学书的这个背景 我没有办法为你而活 你们不能这样说 因为你们是被拣选的 你们有俊赚的祭司 你们是一位祭司 你是圣洁的 你是属于上帝的 你就应该好好地为神而活 我不是说 因为有这个四重身份 属灵身份 我们就可以在上帝 在上帝面前夸耀自己说 我是何等的厉害 我是何等的重要 我是何等的被神使用的一个人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应该在神面前 好好地珍惜这四重身份 看重他 并且好好地活出他 不论你的情况如何 你都可以为神而活 不论你的情况如何 你都可以被上帝使用 并且上帝叫我们什么呢 他把这四重身份 赋予我们 要叫我们好好地服侍他 我们看到金利尔克圣 他是一个 今年差不多七十一岁的一位妇人 当他十七岁的时候 他在一个海边游泳 游游游游到一般 他就爬上一个倾斜的石头 从那个石头上面 往海里面跳下去 想不到 当他跳下去的时候 他就碰撞了海里面的 一个大石头 发生意外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他脖子 直到他的脚 他就没办法动了 他就瘫痪了 他就完全地走不动了 从十七岁开始 他就坐在轮椅上 没有办法自己行动 没有办法 自己正常地 来生活 需要别人帮助他 需要别人来维持他 因此他还可以 就可以继续 他日常生活的这些工作 弟兄姐妹们当时呢 虽然他十七岁就遭遇意外 十七岁就瘫痪了 但是这不洗灭 他的精神 他还是仍然地想尽办法 为主而活 当他慢慢复原之后 他发现到他还可以说话 他就用他的言语 来激励 来鼓励 许许多多在世界上 面临 面受到 遭受到跟他一样的事情 那一些软弱的人 那一些生病的人 那一些不幸的人 听到他的言讲 心里受激励 心里受到鼓励 并且他们 他可以再一次 重新站起来 面对他们的未来 敬礼 她是一个不放弃的 一个妇人 虽然遭受困难 她生活许多的困难 许多的不方便 非常的痛苦 但是她仍然 抬起她的头来 面对上帝所赐给她的未来 直到今天 她仍然不放弃 201010年 医生诊断 她中了乳癌 经过了五年的化疗 五年的治疗 后来她就慢慢痊愈了 但是在2018年 她重新再复发 她癌症重新复发 直到今天为止 当她被一个牧师 访问的时候 你什么感受 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为你带导呢 她对那位牧师说 我 好好的 我没有问题 请你 为我祷告 让我在有生之年 可以多多地为主而活 可以多多地服事主 弟兄姐妹们 她的这个答案 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 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说出来 同样的答案的 只有少数人 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之下 在生活最痛苦的情况之下 仍然能够说 我好好的 我没有问题 请你帮助 请你为我祷告 求神帮助我 好让我在我的有生之年 能够更多地服事上帝 少数人能够这样讲 而他是少数的其中一个 为什么他能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他知道 自己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 自己是一个祭祀 他知道自己是神所洁净的人 是圣洁的 并且他知道 他自己是属于上帝的 弟兄姐妹们 请问今天 你们的情况如何 你们有什么障碍 你们面对什么痛苦 你们面对什么苦难 你们面对生活 怎么样的困境呢 千万不要放弃 千万不要生活的一些困境 而觉得自己就 就没希望了 自己就没有价值了 自己就活不下去了 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事情 而觉得自己 是神所弃绝的人 你要记得 当你接受耶稣的那一个时刻 你就是他所拣选的人了 你就是他国度里面的祭祀了 你是圣洁的 你是属于他的 也许别人会抛弃你 也许别人会抛弃你 也许别人会不认你 也许别人不肯定你的能力 也许别人看不起你 但是你要永远记得 你是神所拣选的 你是他的祭祖的 你是神节的 你是属于祂的人 所以要好好地为主而活 要好好地珍惜 祂所赐给你的这四重属领身份 但问题是 祂赐给我们这四重属领身份 又是为了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第九节的下半节 要叫你们宣扬 那照你们出黑暗 入光明者的美德 这个就是祂赐给我们 这四重属领身份的目的 就是要叫我们宣扬 那照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的上帝的美德 所以祂赐给我们 这四重属领身份不是没有目的的 祂赐给我们这四重属领身份 不是让我们感到在世界上 在世界上可以觉得自己是了不起 我们可以在别人面前 在神面前自豪 不是的 祂赐给我们这四重属领身份 是要我们好好地为祂而活 怎么为祂而活呢 就是教我们宣扬 那照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的上帝的美德 弟兄姐妹们请注意好这句话 圣经不是说要叫我们宣扬 祂的美德 而已 不是 宣扬祂的美德 宣扬祂的奇妙工作 宣扬祂的奇妙救恩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那不够的 圣经还说 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 祂的美德 是已经 呼召我们 离开黑暗 进入光明 所以祂的美德 也就是祂的救恩工作 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不是没关系的 如果我们单单 宣扬祂的美德 祂的奇妙工作 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那是一个客观的真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历史里面 真正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真正发生过的一个真理 那个是一个真理 但是那个真理 不一定跟人家有事情 不一定跟人我们有关系 我们看到在世界上 有很多真理 但是那个真理 不一定跟我 跟你有关系 但是这个真理 上帝的美德 也就是祂救赎我们的这件事情 祂的救恩工作 是跟你和我有关系 所以祂信文 不单单叫我们 宣扬祂的美德 祂是叫我们宣扬 那朝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 奇妙光明 的这个上帝的美德 换句话说是什么呢 上帝要我们宣扬 祂在我们身上的奇妙工作 我再说一遍 上帝要我们宣扬 祂在我们身上的奇妙工作 也就是带领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的光明 的这个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所要传讲的 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 我们也许会把焦点放在 圣经里面的真理 我们会想听办法解释圣经的真理 说上帝怎么样 来到世界上 祂到成肉圣 祂定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因为祂是一个上帝 祂不能死亡 也不能控制祂 不能捆绑祂 然后祂第三天 复活过了四十天 祂生天 然后坐在全人父上帝的右边 我们会讲得非常清楚 这些真理 这个是对的 没错 但是弟兄姐妹们 不要忘记 上帝所做的这些工作 祂在世界上所完成的救恩 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 我们这一半人 是已经领受了 祂的救恩的一半人 我们不单单要讲 祂的工作而已 我们是要讲 祂怎么样拯救我们 意思就是说 祂怎么样改变我们 我们怎么样 因为信靠祂 就离开过去黑暗的生活 进入一个光明的生活 我们需要分享这件事情 换句话呢 改变我们贪爱钱财的习惯 我们这一些都是需要分享出去的一个好信息 我们需要告诉别人 你知道吗 我以前 心里面充满罪恶的人 心里面充满黑暗的人 每次看到别人 我都想说 我怎么样可以打败他 我怎么样可以赢得过他 我怎么样可以把钱赚得比他多 我怎么样可以比他更富有 我怎么样可以比他更有名 甚至当我来教会的时候 我所看到的就是那一些 我怎么样可以 比他有名 比他有权 我怎么样可以在教会地位比他高 我都是想这些 我是黑暗 充满黑暗的人 但是直到我有一天相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的爱改变我 他告诉我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 我是一个需要救主的人 所以从那个时刻 我不单单来到教会 我打开我的心 我接受他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并且我相信他的话语 我按着他的话语而活而行 慢慢慢慢 我看到我的生命改变 我的生活也随着改变 我的心不再充满那一些 基督啦 仇恨啦 贪心啦 贪财 贪权 但是我的心有平安 有喜乐 并且我看到我的一生 越来越成为多人的祝福 你要相信我所相信的主吗 弟兄姐妹们 我们需要把这些事情分享出去 不要单单讲这些客观的真理而已 客观的真理是很重要的 但是除了客观的真理之外 我们也需要分享 那个真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分享这个事情出去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的见证 我们的传讲 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见证 神必定会使用我们的见证 来成为多人的祝福 你们知道吗 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 是我们能送给别人最好的礼物 我们享受我们能够给别人什么礼物呢 把这件事情传扬出去吧 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 分享出去吧 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 也是我们能留下给下一代的最宝贵遗产 你说我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留给我的下一代 你就留下上帝在你身上的奇妙作为吧 把这件事情留给他们 传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 你是一个神所改变过的人 你是上帝所拣选 所救赎的一个人 让他们看见 上帝在你身上的那个作为 是正正实实的 让他们因此知道 这位上帝 不是故事书里面传说中的那个上帝 不是 他是一个又正又活的一个真正的上帝 弟兄爷们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 也是我们能给予别人最有意义的帮助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那些困难的人 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挣扎中的人 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他 我要告诉你 你能给予他最好的帮助 就是分享上帝在你身上的那个奇妙作为 上帝如何改变你 神的话如何引导你 经过世上许许多多的艰难 你把这个奇妙的作为分享出去 那就会将要成为他最有意义的帮助 弟兄姐妹们 你们传了福音吗 你们已经成为一个传讲福音的一个基督徒吗 如果还没有 现在就好好使用你有剩的这个时间 来把福音传出去 你说我要传给谁 你说我有什么能力传 我建议你 把你全家的这个照片拿出来 一个一个的看 你的孩子相信了耶稣吗 你的孩子们的丈夫或太太 你的女婿或者你的媳妇相信耶稣了吗 再往下看 你们的孙子们相信了耶稣吗 再往外移一点 再看 你们媳妇 你们女婿的父母亲或者你们的亲家相信了耶稣吗 你们亲家的孩子们相信了耶稣吗 我们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找 当我们找到这个人还没有相信耶稣 我们就为他祷告 我们就想尽办法传福音给他 我们就想办法把上帝在我们身上 就是我们的那个奇妙作为 分享给他听 那个将要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他听过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 你也可以拿出来你校友会的那个照片 你一一一的看 你的朋友认识了耶稣吗 你的朋友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的情况如何 他相信了耶稣吗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相信上帝就会慢慢慢慢的为我们开路 上帝也会引导我们 到那个有需要福音的人 让我们把这个福音 把上帝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工作 分享给他听 拯救他 你已经传福音了吗 在澳洲有一个老妇人叫做艾特怀特菲 在他七十多岁 他相信耶稣 他相信耶稣之后 他就知道 他要为主而活 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人 他是神国度里面的祭司 是圣派的 是属于神的 他是上帝的子民 这四重身份 他了解神赋予他这四重身份 是要他更多的为主而活 所以他就来到教会的牧师 问牧师说 牧师 我可以参与福事吗 我喜欢小朋友 我想当一个儿童主人学老师 牧师看到他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奶奶 说要当一个主人学老师 儿童主人学老师 这怎么合适呢 这怎么可能呢 小朋友是很皮的呢 是很难管的呢 他这么一个行动不变的一个老奶奶 七十多岁的老奶奶 要管这一些小朋友 搞不好这些小朋友 让他受气 气到死了 所以牧师说 这个应该不太可能吧 我们就是不太可能接纳你 好了他就回去了 但是他愿意为主活的这个心呢 永不洗面 他在主面前 老高说 主我怎么能服侍你 我怎么样才能服侍你呢 主帮助我 为我开一条道路 有一天早上 他这个老奶奶 喜欢种花 他就在他的家门口 有一个小小的院子 他就在那边叫花 叫水 他叫水的时候 他种花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中国来的留学生 非常欣赏他种的那些花 就停一下 就跟他聊天 怀头飞看到 这个是一个好机会 有人跟我聊天 他就欢迎这个中国来的留学生 进他到家里面 准备一杯茶给他喝 就跟他聊天 在聊天当中 他就分享 主耶稣怎么拯救他 主耶稣怎么改变他的生活 怎么改变他的心 分享给他听 讲到这个人觉得 心里面受感动 也因此愿意接受耶稣 在一个一段时间 又有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 经过到他的院子 看到他正在叫花 然后呢 他也停下来 跟这个怀头飞聊天 他就请这个中国留学生 进到他家里面 准备一杯茶 倒一杯茶给他喝 就这样子跟他聊天 也分享这个福音给他听 这个人也接受了耶稣 其二组是越来越多人 来到他的家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 来到他的家 坐在他家里面 跟他聊天 喝一杯茶 他也分享福音给他们听 越来越多人来到他的家 越来越多人听他 分享的那个福音 也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 因为这样子 就信主了 你们知道在中国不容易相信耶稣 在中国 一个人要信耶稣 他要改变他的观念 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这不容易 但是他们离开中国到澳洲 在那边念书 上帝在澳洲就拯救了他们 神怎么拯救他们呢 透过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 看看 如果上帝要使用我们 上帝有没有办法 有 如果上帝有办法 他一定为我们开路 问题是 我们愿不愿意传这个福音 我们愿不愿意为他而活 弟兄姐妹们 上帝还要使用我们 我相信只要我们 还有一口气 上帝就可以使用我们 我相信只要我们心里愿意为他而活 上帝就必定要使用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他所拣选的主类 我们是他所拣选的人 他也立我们成为他国度里面的祭司 他也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 洁净我们属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了 我们是属于他的殖民 弟兄姐妹们 既然如此 我们就好好的应该为他而活 在我们有圣志年 但愿我们可以好好的为他而活 上帝是可以使用你的 但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 如果我们传出这样子的福音 请问这个福音的信息会伤害别人吗 我相信不会 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信息会破坏社会的和谐吗 我相信不会 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信息会排斥 会对别人有一种排斥性吗 不会 会带来一种排他感吗 也不会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信息 是人人所欢迎的 是人人所等待的 是人人所需要的 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一个人的生命 才能经历到最真正的那个改变 弟兄姐妹们 但愿上帝要使用你 所以分享吧 传出这个福音吧 传出上帝在你身上的奇妙工作吧 好让别人也可以离开黑暗 进入那奇妙的光明 跟我们一起共享天上的这个祝福 但愿上帝祝福我们 也但愿上帝使用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传福音 对这个信息 我们常常听了 但是主 我不知道 有多少个人愿意为你而活 传出这个福音 给别人听 我请求你 你的圣灵 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动工 触摸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观点 赐给我们一个乐意的心 让我们乐意的去把福音传讲 把你改变我们生命 引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的那个作为 分享给别人听 好让他们也可以经历生命的改变 他们可以认识真神 他们可以因此 经历到一个属天的喜乐 也可以找到人生 真正的意义 敬拜正确的神 主使用我们 我们当中软弱的弟兄姐妹们 求你保守他们对你的爱 保守他们为你而活的那个心志 让他们虽然身体软弱 但是也可以 可目的传讲福音 感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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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